等下 你脖子怎么受伤了 被猫抓的 你给小球打架了吧 是吧 我老远把米娅运过来 就是想撮合你们俩 谁知道一见面又打起来了 这些小球怎么搞的 怎么那么凶悍 这关闹的 关她什么事啊 我倒想问你 我都要离开了 你干嘛从那么远的地方 把米娅弄过来还送给她 我就是想让你们两个再见见面 把话说一说 该交代的交代 以后不要有任何的牵挂 我没有什么事可以交代 她太顽固了 早知如此 你何必当初呢 拍得不错啊 你干嘛 还给我 又没有什么厌照 你还怕人看啊 立川 早 你怎么会来这里 GMF的人让我过来上班啊 GMF的谁让你来上班 我自己去查 我们俩之间只有开始 没有结局 如果我们俩之间 非要有一个结局的话 那就是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一句都没有提进去呢 那么狠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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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狠 李川 李川 如果她曾经是你深爱的女人 你不觉得这样做 对她来讲太不公平 太残忍了吗 像小秋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没有必要天天为你守活寡 你找我 是你叫小秋回来的 谁啊 在这种时候你添什么乱啊 我哪有添乱啊 翻译人手不够啊 而且她懂建筑这一块啊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 让她和我分开吗 有花功夫吗 不见笑 你 人是我叫回来的 你不喜欢可以叫她走啊 你有这个权利的啊 你以为我不敢 人是不就在隔壁里 请 你不知道人是不在哪儿的话 可以去问前台 寇事行非 至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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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我的等待还不够卑微吗 难道你觉得我的耐心还不够持久啊 还是你觉得我对你的信任还不够坚定呢 这到底是一个考验还是一个笑话 李川 告诉我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你一直都爱着我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别人 对不对 这是你的想象 这是我的直觉 我相信我的感觉 我相信我的判断 你要是一个介意此前的人 我一看你我就应该能感觉到 可是你不是 你做了 你做了 小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小秀 放开我 小秀 你给我放开我 我告诉你 小秀 我没躲 我没躲 你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